受到疫情影響創作基金会到来因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基盘大型华丹 今年疫情的状况将将稳定 为此基金会也将与国家的爱心团委合作 5月20号在到达联盟共享基盟共议网友会 刚才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 现在开始医疗网友馆 也够可以到达到导游 方便由生生业者所提供的礼物 我把鲜银铁岛 他就看这五月岛 共享受福祉友营合作 请上日本 泰国 韩国 典国 国家的特性美食 担当来高充的舞蹈表演 有请大家广东来参加 将在五月20号 到达人民共享基盤的公益 完游会华丹 一次完游会 亚伊伊国美食为主 刚才有到国家的特性美食 也有到处美有个好生的游戏 那我们这一次园游会很特别 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多国多元文化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 在我们现场园游会的部分 有一条主题接的摊位 那有包括很多各国不一样的 一个特色小吃 那我们也希望从小朋友 从小开始建立多国关 受到以前来影响 从事基金会 到来已经有三档的时间 没来基盘大型的活动 因为处在生生经会的目的上 是有严格困难 为处基金会也在今年 结合到高大生生业者 基盘完游会活动 由先民众来摄取的东西 也来享用公益 那也很感谢我们创始基金会 我们的张院长 他对于植物人的不遗余力的照顾 那所以我们这样的企业 有这机会 今年再继续为我们的创始基金会 来办这样一个公益的园游会 那很开心 我们也有号召了很多的企业 一起来努力 那么我也希望 我们520下午1点到5点 我们斗六四所有的市民都能够热情的参与 就会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由现在开始 就是超米饼 其实创始基金会的大型爱心活动 公益园员会的部分 一场大概一次可以募得150万的经费 那三年下来了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希望今年大家一起来帮助创始 帮助植物人家庭 创始基金会导乱因 不仅照顾到四十几个月 对目前因为人数三当受到已经来影响 来自国家的身心观传时 感觉这么多 有所希望能够认识到 这次完优会的基盘 也想明镜共同来参加 同时也来享用公益 记者更衣 创始报